今天看台東高雄的大拿電腦 開中近八十億要進行更新改建 但是有民眾黨的立委 早期是指控說這個電腦 使用方法設備 人家不合格 立委也要求就要調查 當初嚴修的過程 也有問題 台東也表示說 他們還沒收到嚴修的報告 如果沒有合格的設備 會要求求上升換掉 早期民眾黨立委開記者會 只說斷拿電腦 使用方法設備人家不合格 怕說 若是無法防止迫殺 電腦會更加厚多 民眾黨立委接觸 台東的斷拿電腦 會要到八十億的經費進行改建 但是在方法電機局的配件 這些相關設備 每個找到這件事去 斷拿電腦挑戰時尚發現 這項 方法配件裡面 有六項無合格 甚至也要查出 禁止使用的所創的酒吧 裡面有科技聯當經銷 也要參加一些 沒有方法效果的品質的酒吧 立委除了指控嚴修不實在 占對著無合格的設備 也要進行完整的檢查 另外 經濟部和努動部 也要欠動全面請求 如果確實有不合格 那我們就會全面地要求 常常要把不合格全部都要跟罰 針對合約需要去究責 他有什麼責任或者是怎麼樣的 我們就要一月合約去做處分 台電說 到現在是也沒有 取得這件事的挑戰報告 但是依照合照 如果是有無合格的方法 設備會儲少關鍵換掉 這人比較不公安跟這件的安全性 必便會想一話 計價綜合部讀 我們來看見 但是現在是有效果 我會有效果 有效果 我會有效果